再去看一下这个龙土珠 它已经开了很久了 有些花朵都开始结出这种珠来了 要给它稍微修剪一下 这个龙土珠它的花期是很长的 因为它会边开花边运累 所以大家看这边的花是已经开败了 但是这边的花才刚刚开出来 看到没 这种刚刚开出来的这个花 这个叶片 这个花瓣看上去有点更绿一点 而这边的话都变红了 所以这一边的话最好要把它修剪掉 因为我发现有一些里面都结种子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它结的这个种子 结种子它是很好营养的 所以为了让它营养集中在其他的枝条上面开花 现在就把这一些开败的花给它剪掉 看 这边还有种子 种子 那这个龙土珠开完花之后要怎么修剪呢 其实很简单 大家看这个 它这两边长出来的就是这一个开花的枝 所以我们只要从这里往下剪就可以 等到第二波花就会从这里长出新的侧芽来 然后就会孕育新的花类 如果不剪的话 可能第二波花开的就很少 可能还有可能不开花哦 所以这个花后修剪是非常关键的 像这一边的话这个花还正开的比较旺盛 这样可以不剪等它开败之后再给它剪 这样就剪好了